美国联储局接连大幅加息 对本港楼市的负面影响浮现 差响物业股价储 下称差股储 昨天公布的整体私人 住宅售价 指数连跌两个月 7月最新报376.1 按月下降1.65% 较去年同期更加急挫5.5% 亦是2020年2月6 落得373.4后的接近两年半低位 业界人士估计 今年第三季楼价 或按贵跌4.1% 差股储公布的最新楼价指数显示 整体私人住宅售价 指数在6月下跌0.93后 7月跌幅扩大至1.65% 一年两个月向下 合共跌2.56% 最新的7月楼价指数为376.1 较2021年同期的398 按年错5.5% 亦创29个月 即接近两年半的新低 今年首7个月整体楼价 已累跌4.52% 完全蒸发去年全年约3.69%的升幅 近来楼价的跌势主要由中小型住宅所带动 中小型单位楼价指数7月报378.6% 按月跌1.71% 按年大削5.54% 属2020年2月后新低 大型住宅楼价指数为315.5% 按月及按年分别录得0.13% 及4.1% 若以单位面积分为 至以累作比较 今年7月楼价跌幅最大为实用面积 431-752方尺的比例单位 按月错2.15% 报364.4% 实用面积不足431方尺的比例单位 最新报413 按月跌1.31% 至于实用面积介乎753-1075方尺的事例 及实用面积1076-1721方尺的比例单位 楼价按月分别跌0.77% 及0.25% 报336.2%及317.4% 唯独实用面积 为1722方尺以上大单位 二类单位 报308.1 按月逆势微升0.23% 利家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 踏入7月下旬 本港疫情反弹 美国又再度大手加息 发展商税以低价推售新盘 令二手业主要跟随割价 相信8月楼价指数有机会再录得约1.5% 加上展望9月份楼价持续偏远 推算整个第三季楼价累跌4.1% 恐创近15季最大案季跌幅 来方董事及大中华区研究 及咨询部主管黄少奇认为 市场气氛受加息影响 本港确诊个案回升 银行股价不足 皆导致二手市场交头交着 整体成交量偏低 楼价继续受压 他预计 8月及9月楼市表现逐步沉底 若稍后通关方面有进展 第四季楼价才有望回稳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 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称 美国加息的威力逐渐浮现 尤其是二手住宅物业首当其冲 一手新盘普遍 已低于同区市价出击 抢去市场不少购买力 令二手交头量急跌 预计在加息及疫情夹击下 8月楼价指数持续下行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